回家啦,大叔,把你哥哥带回来啦 老人的兄弟21岁参加抗日战争 28岁被逼无奈随着国民党拜退台湾省 河南南洋籍老兵罗的交今日终于混归故里 老兵87岁的弟弟也终于完成了心愿 在自己去世前看到大哥回家 而这位送老兵回家的人 他在20年间跑遍了台湾省20座灵谷塔 逛过53座乱藏岗 甚至还因此摔断过几根肋骨 只为了让台湾老兵回到故乡夜落归根 他就是被称为灵魂百度人的刘德文 刘德文1967年出生在台湾省 虽然家里条件一般 好在刘德文读书努力刻苦 毕业后顺利进入一家银行工作 1996年 刘德文已经当上了高雄市的银行主管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 当时刘德文在左营区的祥河里买了一套房子 祥河里这个地方比较特殊 是台湾省六处眷村之一 住在这里的老人 几乎都是当年随部队来到台湾的老兵 这些人过来后 很多都是一辈子中